你说老鸟长官会欺负你 怎么欺负 我以前前一个公司的主管 非常的可怕 他有躁郁症 然后呢 他就是那种动不动生气 他会整个键盘拿起来摔 他会摔键盘 然后摔话术 然后摔电话 很恐怖 每次都被他吓到 然后有一次是 他很扯 就是有一次 因为他非常讨厌 漂亮 就是他讨厌年轻的女生 没有讲漂亮 他讨厌年轻的女生 本来就是漂亮啊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他很喜欢在开会的时候 找我麻烦 然后有一次最夸张 他就讲说 开会到一半 然后他忽然讲一句说 我最讨厌那种 没有工作能力啊 以为自己长得漂亮 什么都不用做啊 然后当花瓶就好啊 我就想说 他就是全部指名道姓在讲我 他就是讲得很直接 他说什么 那为什么你 他不是在讲别人 因为他有讲说 那种什么以前模特儿出身的 都是无脑的什么的 什么啊 对因为我以前是有 有做过平面模特儿 他就讲说那都是无脑妹啊 就直接霸凌耶 真的很过分耶 对但是我当下也是冷下啦 因为他的 他年长也是长我很多 但我后面也是很不爽 然后直到有一次 我冷到后面有一次 他很夸张 他就是 在楼梯间还会抽烟 他在楼梯间 跟他老公讲电话吵架 吵很凶 整栋我们11楼整层都听得到 吵完他一进来就骂我 他说赖倩宇你跟他报告 我刚刚不是叫你交了吗 那个气候案子弄好了没什么的 我说你五分钟钱才叫我弄 应该没有这么快吧 然后他就又狡了我一顿 就说你们这些没能力的 不要来这边靠关系进来公司什么 就把我莫名其妙骂了一顿 我实在太生气了 我就跟我们老板讲 他老公吗 老板是老公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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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只是没有关系 他跟老板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跟老板打小报告 然后隔天 隔天就是可能老板就跟他讲说 叫他以后上班不要 这么情绪化 他可能就知道说是我撩杯啊 然后隔天他还进来 他就是蹦 他是直接进来就是 撞我们部门的门说 你明天不要给我来上班了 你有老板照你了不起啊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公司其实是 是亲戚介绍进去 他就一直觉得说我是靠关系 但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努力 就是每天都工作 而且我们加班没有加班费 假日出差也没有加班费 对 违反劳机法的 所以就不要讲 不要讲名字了这样 后来隔天有来上班吗 隔天有 但是最后就是 我最后还是离职了 最后刚好那时候就是 我以前是做秘书 然后那时候刚好有 有一个综艺节目要找办公室女生 我就去 因缘忌讳去上那个节目 之后就出道了 就出道了 然后我就请迟就离职了 OK OK